不敢再有明明上的互动了 只要暗地里有交往就行了 可战哥的小心思是真藏不住啊 在跨年演唱会上 战哥跨越人海走向舞台中央的姊妹 哪怕两人之间是隔着人群 战哥都要与姊妹挥手 等到靠近了以后 战哥就探过身子去与姊妹说新年快乐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本场晚会中战哥说的第一句新年快乐 网友们果然磕到了 第一句新年快乐 就是要留给最重要的人啊 这是不是意味着姊妹是战哥重要的人呢 然而这还没完 在后续的大合照环节中 大家都围在一块照相了 姊妹仍在镜头外面 这可把战哥急的呀 林芒向姊妹招手 示意姊妹赶快来自己身边 姊妹也乖乖地听话照做 洋装依偎在战哥的身上 而这个时候有眼睛的网友就注意到了 战哥那想牵又不敢牵的手来回收缩 看的人很是着急呀 不过这不正应了那句老话吗 大大方方的是友情 小心翼翼的是爱情 而且在肖战养子两人身上 一直都有那些暗搓搓撒糖的细节 比如在某一次晚会上 战哥与姊妹并肩出席 两人一块就做后场的时候 战哥就眼神示意姊妹 这个眼神给我们外人看 是有点不明所以了 但姊妹不会啊 姊妹立刻就get到了战哥的意思 两人都同步做出了摘口罩的动作 是有点想默契在身上的呀 不仅如此 战哥似乎在座位上心情很好 主动发出话题 两人有说有笑的期间 战哥还几度像杨子挑眉 拜托 这也有点太明显了吧 姊妹看到战哥挑眉后 立刻惊讶地猛一下收回目光 回过头来的时候 还瞳孔地震了 这还没完 上了台后更加肆意妄为了 战哥笑嘻嘻地对姊妹挑眉 姊妹害羞地别过头 不得不说一句 这个表情就有点像恋爱露出马脚 怕被家长抓包的心虚时刻 让人感觉到 他们俩可能已经在一起了 只是一个在强行掩饰 一个掩饰不住 签名环节的时候 姊妹也是下意识地 先把笔递给了战哥 战哥一脸羞涩地 接过姊妹手中的笔 两个人久久对视 都笑得好甜啊 直到姊妹用指尖示意战哥 战哥才回过神去签名 签完名要走下台 姊妹的裙摆 都已经有工作人员在摆弄了 可战哥还是出手了 弯下腰去提姊妹的裙摆 都做到这份上了 总不能还是普通同事吧 更让人觉得好客的是 肖战杨子 两人在采访中的一细节 也有些前呼后应 当杨子在个人采访中被问及 最想尝试的又刺激 又特别想挑战的事情是什么 杨子的回答是跳伞和生前 同样的问题 不同的问法在肖战的身上 却有了同样的答案 战哥也想去跳伞 尝试高空中的失控感 这是两人约好的吗 还是真的只是 冥冥之中的巧合呢 感谢观看